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 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胡锦涛说 很高兴和梁振英先生见面 首先我要对你顺利当选 并被中央政府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四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 在这次行政长官的选举中 你提出的竞选政纲和治纲理念 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认可 赢得了多数选委会委员的支持 作为新一任的行政长官 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中央对你寄予厚望 香港的广大使命 也充满期待 胡锦涛表示 中央相信梁振英和新一届特区政府 一定能够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和中共计同心协力既往开来 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推进民主促进和谐 共同开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局面 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做出更大贡献 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 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全力支持你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我们对香港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梁振英表示 目前香港机遇和挑战并存 他一定不辜负中央政府的厚望 团结各界别各阶层人士 为未来齐心奋斗 发挥香港优势实现稳步前进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国务委员刘延东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全国政协副主席廖辉等参加了会见 暂涌 旧